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合院村姑 今天来到的是通宵三合院农庄 那村姑今天呢 要帮大家来介绍三合院的民宿区 我们一起参观咯 Let's go 来到三合院的左护龙 左护龙的部分有村栏跟夏合两间房间 两间客房的中间是小客厅 都可以共用 那第一间房间来到村栏 村栏是两人房一大床的形式 床的尺寸呢 是230公分乘以180公分 这个是两大一小 没问题的床型 那还有冷暖空调跟大衣橱 这个都不用担心 但是房间是雅房 所以卫浴的部分都是共用的喔 接下来这间是夏合四人房 两张昂明城的形式 两张昂明城呢 是标准的昂明城 右边这一座昂明城的部分是宋子鸟 那左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圆木的昂明城 可以仔细看每一个床的 它的构造呢 都是毛准接合的 完全没有铁钉的构造 所以是非常的坚固又耐用喔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三合院的用户笼 也就是秋菊跟东梅两间房间 一样中间是小客厅可以共用 来 来到秋菊 秋菊的房型一样是两人房一大床的房型 冷暖空调 还有小衣橱 基本的房型也都是跟春兰的部分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的是东梅 东梅房型是四人房 比较特别的呢 这一间是两张的雕花昂明城 雕花的部分都是玻璃的复古雕花 两张床都非常的美丽 通宵三合院民宿的房型呢 总共有四间 分别是春兰两人房 夏合四人房 秋菊两人房 跟东梅四人房 两侧的房型中间都有小客厅可以提供旅客共同使用 四间客房呢 都是雅房 卫浴跟冰箱 都是为在三合院的正后方提供旅客共用 我是三合院春姑 欢迎大家来三合院玩 待会儿点准备看 四人房 然后再来三合院玩 四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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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房